今年台灣的車是好夯喔 喊出了年銷量45萬輛的目標 其中最熱門的休旅車可以說是獨霸市場 因此不少車型都紛紛推出了融入休旅元素的跨界車 也就是一台車能同時擁有兩種不同功能 可以家用載貨也能上山下海去越野 方方正正的外型搭配閃亮湖水綠 看上去特別俏皮 2020最後一個月 Toyota乘勝追擊推行車 大開口的車門設計 再加上離地高其實只有33公分 所以上下車來說都很便利喔 就連第二排座椅要收折 其實也只要這樣輕輕一拉就可以收起來 不只配備更多省力裝置 車內從副駕到二三排後座 高達16個置物空間 而整台車也是首度從家用跨到越野 在視覺上面它有很多的越野的元素 讓你看起來像一台越野休旅車 但事實上它的車身的底盤的高度 它有拉高一點 所以讓你也可以在比較惡劣的路面上可以行徑 所以這個基本上它還是一台家庭用車 討論度很熱的還有本田這台 該款後加入貼心單車踏板和腳踢尾門 三個月階段破7000張 就怕缺車 目前零件和產能都已經提早進行調整 隱藏式後車門把手 遠看就像一台雙門小休旅 Nissan年底新CUV 今年配額只有300台 上市一個月賣到目前只剩下倒數100台 CUV本身就是在SUV的一個架構底下所產生的 它的這個底盤設定是比較教室的 然後它藉由Crossover這樣子的模式 來把這個SUV原有的這個元素加到它的車子身上來 台灣車市喊出年銷量45萬台目標 年終購車債擁有跨界功能的休旅車 依然站穩市場的第一戰線 東森台電新聞許金佑洪佩玉 在台北的採訪報導